你可能注意到,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天体,比如著名的奥默默,奥默默和新地平线号探测器飞略的天涯海角,它们的形状非常奇特,就像煎饼一样扁平。 这些天体形状让人非常困惑,因为在太阳系内很少看到这种形状的天体。 2018年,当新式野号探测器接近目标天涯海角时,发现它是一个不寻常的双半形状,有点像雪人。 探测器飞略时拍摄到的美丽图像表明,它确实是双半形状,很可能是两个较小天体之间轻微碰撞导致的。 虽然说较小可能不太准确,和奥默默相比,天涯海角还是个挺大的天体,和太阳系内的其他小天体相比也是。 但是一开始不清楚,随着研究人员对照片的分析越来越多,发现这些天体根本不是球形,而是像两个煎饼并排放着。 这个现象最初让人难以理解,但事实就是这样,这里的形状确实很奇怪。 与此同时,研究人员还意识到,我们之前观测到的很多不同的彗星也不寻常地扁平。 比如著名的67P储流莫夫·格拉西门克彗星,从侧面看也很扁,虽然没有天涯海角那么扁,但还是比球形扁。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,我们首次探测到了星级天体奥默默,根据对它亮度异常变化的观测,一开始的推测是它是一种细长的雪茄状物体。 这个解释一开始看起来合理。 但后来发现,奥默默在太阳系中获得了微小的减速,稍微改变了它的轨迹。 这表明它变成了一颗没有彗尾的彗星。 即使用丝皮侧太空望远镜进行红外观测,也没发现任何物质从它表面释放,但它的轨迹确实有变化。 这让一些人猜测它可能是外星飞船或太阳帆,但没有证据支持。 后来,研究人员通过重新构建奥默默的形状,提出了新的解释,它不再是细长的,而可能是个煎饼状,并且会释放微量的氢气。 因为它是一颗原始彗星,虽然一开始不被接受,但最终成为了主要解释。 这颗彗星很可能来自其他恒星边缘,从未与恒星相互作用过,因此没有形成汇发。 新研究发现,煎饼状在这些天体中极其常见。 主要原因是,较大的天体一旦获得足够质量,就有了重心,开始凝聚更多物质,变得接近球形。 但对于较小的天体,特别是科医博代的天体,因为质量小,通常缺乏足够的引力,所以它们的形状受其他力影响,比如静电力和泛德华力。 过去几十年发现,很多小行星,比如龙宫,也不是球形的,通常是菱形的,有碎石维系在一起。 而小行星的活跃区域,有很多碰撞和相互作用,形状变得很规则。 从著名的橡皮鸭六七P彗星,到小行星爱神星,形状各异。 随着时间推移,根据天体的位置,组成和轨道,它们的形状会发生巨大变化。 但太阳系内更靠近的天体,比如小行星代理的天体,起源通常不同。 大多数小行星经历了很多碰撞,留下的碎片因为土星和木星的引力干扰,形状和预期不同。 而刻一搏带的天体,比如天涯海角,形成于太阳系初期的旋转云,最终形成尖柄状。 为什么在太阳系内部不经常看到这些尖柄形状的天体? 答案是太阳。 当彗星接近太阳系内部,形状剧烈变化。 比如2006年的73P彗星解体了,表面冰升华,变成气体和喷流,重塑了彗星的形状。 小行星也会受其他例影响,包括雅科夫斯基利,改变自转重塑形状。 对于较小的天体,它们得小于100公里,因为像细神星这样的矮行星,最终会变成球形。 研究更多类似天体有助于解决这个谜题。 回到奥默默,它可能是来自类似科伊伯代的某种天体,通过不寻常的尖柄状吸击形成。 它仍然是访问太阳系的最令人兴奋的天体之一。 希望未来我们能探访一下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